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其抵抗 浴血奋战33天 迫使日军三亿主帅 十九路军淞沪抗日 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一次伟大壮举 它延缓了日本侵占中国的步伐 激发了全国军民为国御敌的斗志 开创了中国军队局部抗日的新历程 128淞沪抗战是由日军突然进西渣北而揭开序幕的 然而翻开中国近代史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一看似突然的事件背后 包含着日本侵略者的幕后阴谋 早在1927年 日本首相田忠义一在给天皇的秘密奏折中 就曾露骨地说过 如遇征服之那 必先征服满猛 如遇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之那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路段 自行炸毁了一段不到一米长的铁路 事后却反污中国军队蓄意破坏 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挑起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面对日军的进攻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 把希望寄托在国联的和平调解上 蒋介石致电东北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将军 反复叮嘱 欲有日军挑衅 勿许慎重避免冲突 绝对不准抵抗 使得拥有17万之重的东北军 在面对人数近1万的关东军时 不做大规模的反抗 含恨退入关内 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 全部落入日军手中 三千多万东北同胞 成了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 面对日军的野蛮侵略和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 广大人民愤怒了 工人 农民 学生 妇女纷纷行动起来 开展各种抗日斗争 集会游行 示威请愿 组织义勇军 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一时之间抗战呼声 响遍全国 东北三省的轻易得手 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既侵占东北后不久 日本帝国主义又决定集中兵力 夺取中国最大的沿海城市上海 作为其进攻内地的基地 1932年初 日军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 1932年1月18日 日本僧人五人在上海三友实业社门前寻训声势北欧 1月20日凌晨 日本浪人火烧三友实业社杀死中国警察 20日下午 日本浪人又在北四川路一带制造暴动 沿途殴打行人 撕毁标语 捣毁商店 26日 日本领事众光魁 以发动战争相威胁 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禁止抵制日货运动 解散义勇军 取消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 面对日军的咄咄进逼 上海市长吴铁成 秉承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答应渐渐照办 但是南京政府的屈膝妥协 并未患得一片和平的升歌 野蛮的日本侵略者 哪里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掠夺野心呢 1932年1月28日 日军以保护日桥为名 悍然进攻闸北 使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自卫 松户抗战爆发了 十九路军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军队 前身是邓仲元首创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 团长陈明书 北伐时第四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师 在攻打听寺桥赫胜桥的战役中 因作战勇猛而被誉为铁军 1930年8月 这支部队正式被扩编为第十九路军 由蒋光奈任总指挥 蔡廷凯任军长 1931年10月 十九路军从江西赣州调筑上海 南京一县担任警卫 蒋光奈自锦燃广东东莞人 保定军官学校役业 后加入粤军第一师 先后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 营长团长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副师长 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等职 1929年8月升任十九路军总指挥 蔡廷凯自贤初广东罗定人 1910年投入新军 1921年毕业于广州陆军讲武堂 曾参加东征北伐等战役 屡历功勋 1929年8月任十九路军军长 对于日军的七零压迫 血性的十九路军将士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他们上海开始文学是本挑选的 一日拜 1932年 一月二十七拜 外长 这些进攻了 这个七十八四方的欧修年 当地我给查军讲 查军卡 怎么办 他说人家打我们呢 我们只有抵抗 九年是抵抗 九年呢 他的救护学校保卫主国 保卫领土 不就冲来 领土行星 负责指挥扎北战斗的十九路军 第七十八师 第15六旅旅长 翁兆元 在回忆路 松户血战中 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景象 十一时三十分 在寂静而又紧张的气氛中 忽然听到一阵极清亮的母枪声 接着便听到秘如连珠的机关枪声 这时又接到张团长的电话 日军已开始向我们攻击了 他们由囚江路 广东路 宝山路 横滨路 天通安路 青云路等处 用铁甲车来掩护 向我们这边冲过来 尽管日军出动铁甲车飞机驻阵 对我方阵地进行狂轰滥炸 但我方士兵凛然不惧 誓死抵抗 以敌人展开激动灵活的巷战 激烈的肉搏战 最终击退了各路敌军的进攻 在渣北之战中 十九路军七十八市奋起抵抗 打响了九一八以来 中国正规军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 而渣北首战告捷 更是大胆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增强了国人抗战的信心 从此揭开了中国反击日本侵略史上的新的一页 松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 蒋光奈、蔡廷凯、戴槿 就连弦发表抗日通电 声称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决心为救国保肿而战 虽牺牲至一族一旦 绝不退缩 明确地表示了其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 对于上海战事 国内各派政治势力都极为关注 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制定了 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 号召总同盟罢工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 罢工、罢课、罢操、罢岗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 反对上海设立中立区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 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武装 海陆空军出境 而战端俯开 南京国民政府即宣布 为自由行使职权 不受暴力脅迫起见 已决定移住洛阳办公 完全是一副必之则疾的态度 我军空战获胜 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 却致电蔡廷凯 反复叮嘱 除对日击加以抵抗外 既对日本海军 绝不抛制炸弹 扎北战役的胜利 使十九里军将士们 惊奇地发现 我们的士兵是不可思议地勇敢 而敌人却出乎意料地怯懦 这就大大增强了 其克敌制胜的勇气 前线战场上传来了 一个又一个捷报 2月3日 日舰及飞机进攻吴松炮台 炮台守备营官兵奋力还击 击沉敌舰一艘 伤其二艘 并击落敌机一架 2月4日 日军开始第一次总攻 吴松江湾各县 军展开了猛烈的战斗 我军顽强抵抗 与日军激战达九小时之久 歼灭一团日军 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2月5日 七架日机飞抵护锡 执行轰炸任务 我方空军与之接战 当场击落敌机两架 鱼机慌忙逃顿 日军的屡战屡败 使日本军事当局的面子 再也挂不住了 他们改任命野村集三郎为司令 代替严泽进行指挥 野村抵护不久 继纠集兵力一万多人 飞机二十余架 军舰二十余艘 汇攻吴松 限令二十四小时 占领吴松要塞 一场恶战再次拉开了帷幕 尽管日军使尽了各种招数 大炮轰 飞机炸 坦克铁甲车坐前锋 海陆空三军 步兵骑兵一同上阵 我十九路军建儿们 沉着应战 奋力搏杀 打退了日军 如潮水般的 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 获得了全国军民的热烈支持和响应 各地部队纷纷通电声援十九路军 向国民政府请英出征 要求赴前线杀敌 在广大爱国官兵的强烈要求下 二月十六日 张志忠将军率领 由七十七七十八两师 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 等临时组建成的 第五军出发参战 接替十九路军 担任由江湾北端 经庙航沿运藻邦 至吴松西端一线的防务工作 从此 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密切配合 并肩作战 在松户大地上 共同谱写了一首又一首的 英雄战歌 广大人民群众 则自发地行动起来 组织赶死队 情报队 救护队 运输队 募捐队等 为十九路军 运军械 瓦战壕 救护商员 勇越捐钱 捐物 甚至组织御勇军 直接杀上前线 协同十九路军作战 在这一过程当中 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为勉励十九路军将士 孙夫人宋庆龄 冒着枪林弹雨 多次上前线探视 为救济伤兵 何湘宁女士多方奔走 筹款创建伤兵医院 被迫为日军运送军械的卡车司机 胡阿毛 英勇地将车开入黄浦江中 与日军同归于尽 广大华侨同胞 虽身在海外 心却与祖国母亲紧紧相邻 他们奔走呐喊 游行抗议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踊跃集资 购买医药 枪械 飞机等支援上海军民抗日 适与祖国同呼吸 共命运 得道多助 师道寡助 中国军队的抗日行动 得到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美国友人肖特 因不奋日机 在中国大地上 狂风滥炸的猖狂行径 架机与日机交战 而不幸牺牲 上海人民 为其举行了隆重的 攻葬仪式 申报刊登晚诗云 中美邦交密 同仇敌忾身 一击事实柱 三岛起虚惊 壮志齐霄汉 英灵耀日行 英流薛托塔 高处 苏州城 日军屡次进攻失败后 日本内阁决定使出杀手井 派遣号称最精锐部队的 第九师团和九流米混成旅团 到上海增援 二月十八日 日军指挥官植田千吉 向蔡廷凯将军递交了所谓的哀的美敦书 提出十九陆军终止战斗 现于二十二日七十以前 从第一线撤退完毕 等荒谬绝伦的要求 对此 十九陆军将士们 义正词言地回答说 本军唯有以铁血答复之 军人报国 粉身碎骨 是粪内事 全军上下 严阵以待 随时准备迎接日本侵略军新的进攻 二月二十日 恼羞成怒的直田 集中陆海空三军的全部力量 向我吴松 扎北 江湾全线发起攻击 二十一日 日军以步兵数千人 配合飞机 大炮向我冲击 敌我双方都死伤惨重 至二十三日 敌人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我江湾镇 却遭到我军迎头痛击 敌人溃步成军 我军俘虏敌人数百名 缴获步枪 机枪 数百只 江湾阵地得以保住 二十二日 在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士的密切配合下 围攻庙航的敌军也被我军全数击溃 江湾庙航战役 我军虽大获全胜 但已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勇士们面对人数数倍于己的日军 拼死肉脱 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一道道 抵御强盗的钢铁长城 十九路军 有飞机 有打炮 有躺开车 十九路军打到日军区非常怕 所以叫做围阵中外 十九路军119旅357团 其官兵多为广东省和平县人 在二十日的江湾战役中 全团官兵团结一致 坚守阵地 击毙了大批日寇 战功卓助 思议 五十余名河籍官兵 血洒江场 凶残的日军屡次进攻受挫后 就把怒气发泄在无辜平民身上 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 无恶不作 老人 妇女 小孩 都成为其施暴的对象 日军的暴行一桩桩一件件 我抗敌将士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头 誓要侵略者血债血偿 汇宫妙航失败后 日军三度易帅 以白川一泽大将为总司令官 率十一十四两师团 附护增援 至此 先后到户的日军总计在十万人以上 而我军方面 除第五军增援时 兵力得以稍有补充外 再无其他后援力量 加上连日巨战损耗很大 士兵疲惫不堪 三月一日不晓 日军在白川的统帅下 对淞沪地区发起第三次全面总攻 我军前线各处频频告急 日军包围阳陵口 警戒该地的教导总队一个连 敌死相抗 死伤殆尽 其后守备较弱的阳陵口 七压口等战线陆续被敌突破 我军刘河后防空虚 日军以主力万余人袭击刘河 威胁我军侧翼 防守刘河的第五军坚守至日末 因敌我力量悬殊 不得不撤退至太仓 刘河失守 我军有全线被围之余 为保存实力继续战斗 三月一日 蒋光奈总指挥下达了总退确令 十九路军被迫撤出松户第一道防线 退到黄渡加定一线带员 然而情势的发展 已经不容许十九路军 在一战其抗日救国的雄徒大志了 三月二日 中国南京政府外交部 在上海发表宣言 正式接受二月二十八日 由各国领事议决的 五项停战条件 三月三日 国联通过中日停战决议案 随即派出代表团赴华调查 和调停松户战事 三月二十四日 中日第一次停战会议 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举行 五月五日 在一片反对声浪中 南京政府代表与日本 在上海签署了丧权辱国的 松户停战协定 协定规定 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周围住房 而日军则可暂时驻扎 在所谓共同委员会的名义下 把从长江沿岸 福山到泰仓 安亭及白鹤江起 到苏州河址的广大地区 化为日本及英美法等国共管 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 日本的战胜国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的贪欲 为其后来发动大规模的 清华战争 埋下了隐患 松户停战协定的签订 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 5月7日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 首起通电反对 要求全国人民 一面监督南京政府 不得再与日本谈判 一面加紧抗日工作 号召群众进行民族战争 来保卫中国的主权 独立与完整 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战争 就这样葬送在南京政府手中 然而 中华儿女们英勇不屈 抗暴欲辱的爱国主义精神 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也灭不尽 扼杀不了的 正是凭着这样一股精神 五年之后 我中华贱儿们再次拍案而起 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前赴后继 浴血牺牲 历经八年 艰苦卓绝的斗争 终于一血前耻 获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戎马空总到此间 身心劳粹 任奸难 家书良载丁宁记 不扫倭寇 势不还 十九路军将士们为保卫国家领土和民族的生死存亡 而舍生忘死 奋勇欲报 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遗业 他们的光辉业绩 祖国不会忘记 5月28日 苏州五万军民举行了隆重的松户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6月22日 在南京政府的首都南京举行了追悼大会 并特地为此下半旗挚爱 这些上网的英雄们在中国领事堂的打工 顾虑了中国人民去抗战 顾虑中国人民对我们不害怕我们贵 所以使用人的功劳就在顾动了 顾虑了全国人民 不怕我们中国主义 要总的拼 拼 也不能拼 所以爱国家 爱民族 所以中国今天已经强大了 日本国当初我们要把他三军统帅 要把他打败了 后来要打了八年 终归 把日本也确定打垮 十九陆军伤亡将士的安置问题 也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在爱国华侨的积极捐助下 1932年在广州设立了松户残废军人教养院 1933年 又在烈士的家乡广州 兴建了十九陆军 松户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将为国捐区的将士遗骨 遗葬该园 工人们祭扫平调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陵园的建设和管理 广州市政府专门设立了十九陆军松户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管理处 并多次拨款对陵园进行整治修缮 如今 陵园已经成为了广州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每逢周年纪念日 陵园里都会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原十九陆军老将士 亲属 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 共同缅怀十九陆军松户抗战的悲壮历程 弘扬将士们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2000年1月28日 上海松户抗战纪念馆也开始正式对外开放 青山常在 绿水悠悠 十九陆军将士们的英雄业绩 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千古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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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